大家好,我是爱元神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元神成就攻略》 《元神4.6前瞻》直播回放 子民们都相信着他们的雷慕斯王 将为这丰丹高海之上的所有岛屿 带来永恒的繁荣 然而,神王的先知们却做出了不邪的预言 最兴盛的帝国也会迎来最彻底的毁灭 这便是法图纳 于是,神王从七天的轮转 与海陆的流风中领悟了元初的规划 据此,谱写出了邪荣的乐章 他相信,只要地上的城邦 都与这至善的乐章协同共奏 就能逃脱命运的审判 直达制服的永恒乐土 而如今 好困 原来碧炉之家里也要上这么无聊的课 来参观之前还以为会是传闻中的那样 传闻中的哪样呢 我还以为我已经很小声了 孩子们在课堂上所有的悄悄话和小动作 以父亲的视角来看都非常明显 对不起 我还以为碧炉之家的教育方式会更加惊险刺激 哦,你是指内心 碧炉之家并不局限于某一种教育手段 你同意的话,可以作为助手 帮忙拓展课程范围 我,我应该上任不了吧 果然还是算了 直觉告诉我 有些事还是不知道比较好 不用担心派盟 父亲对没有违反规矩的人 是不会过分苛责的 家里会不定期举办烧烤晚会 捕食 竞争 合作 他们很喜欢参加这种活动 我也也爱 毕竟谁都无法预料 下次举办晚会的时候 人群中又会减少哪些熟悉的面孔 出了点状况 事关居乐时和赛诺 我想有必要让你们知道情况 那是一个隐秘而为大的计划 我们在这里 为神明的降临而狂欢 我是这么得到力量的 老爷子派人来催了 让我回去参加什么计划 严冬计划 按照这个计划之行 我们会牺牲很多人 我原以为赛语神之心 会是我们最后一次检验 如果纳威莱特先生 同意我的提案 以后非必要情况 我们不会再分班 执行特殊任务 冠川 柔月长存 作为父亲 我不会收回命令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 在包庇父亲搜查的人 我不想把任何人卷经 这件事如果被父亲发现 所有执行者都会一并被惩罚 一个背叛者 赛诺确实被选中了 可他不是唯一的 你想要回这份力量 我很期待这场 睽違已久的决斗之一 赫曼努比斯的智慧 理应将领在这里 我希望你能成为下一个王 但你似乎并没有这样的想法 我的心里也没有答案 但我们会离真正的家 越来越远 我有必要提醒 无论你如何美化 我没有 都没有人想要平常浑浊的事 拜托 我会遇见水中的泥沙 让他们回到最纯净的样子 怎么 乖乖听下 或许 他们还有一线生机 家面能够各种危险 我绝不能退缩 我不想违抗父亲的命 那你们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为什么要把我们披上前路 一切忠诚 都将得到嘉奖 一切牺牲 都会有其价值 大家好 我是派蒙的配音演员多多 我是男旅行者空的配音演员录音 欢迎收看原神4.6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 我和兜兜都觉得 壁炉之家绝对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院 所以我们今天就请到了相关的配音演员 打算和他们做一个情报交换 揭露壁炉之家的真面目 没错 那么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隆重有请他们出场 大家好 我是壁炉之家的父亲 愚人种植心官仆人 阿雷奇诺的配音演员 黄英 很荣幸能受邀参与原神前瞻节目的录制 大家好 我是壁炉之家的林妮 还有菲米妮的配音演员 金李 这也是我们邀请金李老师的原因之一了 预可顶俩是不是 对 是啊 金李老师配了两个壁炉之家的角色 想来知道的情报肯定也很多吧 黄英老师 作为壁炉之家的父亲的配音演员 就更不用多说了 压力给到了 我尽力 我尽力 不过呢 要透露什么样的情报 也得看你们打算用什么来交换呢 那我心中关于仆人的疑问可真是太多了 你想知道什么 我全说了 但我也不一定全知道啊 好 就目前的情报来看呢 壁炉之家是一个由仆人管理 隶属于于人众的情报机构 这里会收养一些 由于各种原因而无家可归的孩子 也会让他们接受各种各样的教育 当然了 在与他们一个家的同时 也让孩子们背负起了一些责任 这些应该也是很多玩家了解到的壁炉之家吧 大家也知道啊 壁炉之家不是一个简单的福利院 愿重第四席仆人身上 也有很多未解之谜 接下来就来谈谈阿雷奇诺的事情吧 好呀 其实我想听听 警理先来聊聊 你觉得仆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我觉得吧 就和孩子们对他的称呼一样 父亲 父亲这个词呢 再加上仆人给人留下的印象 还有以及壁炉之家的小朋友们 需要面临的那些任务啊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严厉啊 责任啊这种 更为锐利一些的台词 然后但我觉得 仆人是平等地爱着壁炉之家里面的每一个小孩的 不会无缘无故地苛责他们 但是仆人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有就是 虽然他谈吐之类的都很优雅 也很讲究理解 但是说话做事就是 会自然地散发出一种很强的压迫感 对对 还记得弗尼娜 假装不记得仆人是谁 还会说做噩梦什么的 我想说 我很理解他 这么看来 阿雷奇诺真的是一位可怕的父亲啊 那我要说了 虽然孩子们被父亲教导的当下 或许会觉得压迫感很强 或者是因为严厉的态度不敢说话 但我觉得在 愚人众这个组织的环境下 他们是需要比普通同龄人更加成熟 更加坚强的内心的 而且我会觉得 这种教育方式大概也和仆人自己过去的经历有关吧 你呀很敏锐 对于林妮的角色也吃得很痛 不过呢 我们这下就先留个悬念啊 关于很多玩家好奇的父亲这个称呼的来由 阿雷奇诺过去的经历啊 请大家多多关注 4.6版本上线的阿雷奇诺传说任务 净炼火之章 其实我自己当时也非常非常的好奇 然后我就很期待这一章的上线 那希望大家在了解这一切之后啊 就能体会到阿雷奇诺独特的魅力 我也真的非常期待呢 同时4.6版本会上线一个新功能 任务专注体验模式 在进行阿雷奇诺传说任务时开启的话 能尽量避免出现人物场景 被其他任务占用的情况 希望能帮助各位旅行者 更专注的体验这段剧情 没错 后续呢也将会陆续在更多的任务中开放这个模式哦 其实除了这个传说任务 我还有个更期待的内容 就是很快能去仆人语音里面 听愚人众执行官之间的那种锐评 这个非常期待 非常期待啊 那么接下来呢 就带大家感受一下阿雷奇诺那优雅又危险的战斗方式吧 好 不要一直盯着我的眼睛 不保证你会看到什么 滚穿 与此坠落 首先呢 我带大家来回顾一下 生命之气这个概念吧 还有人记得吗 哦 开始了吗 毕炉之家的战斗课程 感觉来了 我记得 就是写条上面那个红色的部分吧 一旦有了生命之气 你的受治疗效果就会被它吸收 在滞留量抵消掉生命之气的数值之前 好像都没有办法恢复生命 嗯 不错不错 阿雷奇诺具有的生命之气 大于或等于生命值上限的一定值时 它的普通攻击 重击 与下落攻击 将转化为无法被附魔覆盖的火元素伤害 此时的普通攻击命中敌人的话 会消耗掉一部分生命之气 来提升攻击伤害 同时也会缩短一定的元素战绩冷却时间 哦 等我消化一下 也就是说 仆人具有的生命之气越高 普通攻击也会越厉害了 啊 纠集简化下来的话 确实这么说也没有错 要研究一下 对对对 其实简化这有点多呢 那仆人应该也具有给自己赋予生命之气的能力吧 嗯 没错 阿蕾琪诺的元素战绩 在对敌人造成伤害的同时 会对命中的敌人施加血肠乐令 来间歇性地对敌人造成伤害 当阿蕾琪诺进行重击或施放元素爆发时 将能够回收并清除掉周围的血肠乐令 再根据回收的血肠乐令 来为自己赋予一定的生命之气 哦 那就联动起来了 但是生命之气在被消除之前 都没法回复生命吧 那么仆人还有其他消除生命之气的手段吗 还是需要借助队友的治疗呢 嗯 那就再来看看元素爆发的效果吧 至于需要什么样的队友来互相配合 我希望你们在听完之后 能有自己的答案 这么严格 已经开始有压迫感了 真的吗 是 是 是 阿蕾琪诺的元素爆发会在造成伤害后重置元素战绩的冷却时间 同时根据具有的生命之气以及攻击力的一定比例恢复生命值 此外 阿蕾琪诺的一个天赋 能让他在战斗状态下获得一定的火元素伤害加成 并且仅能受到元素爆发的治疗效果 哇 这好像很强哦 太强了 感觉仆人不但对敌人狠 对自己也同样狠的感觉 嗯 是挺狠的 就是仆人长按使用重击的时候 还会有一种特别的移动方式 感觉如果他在夜晚用这个方式巡视壁炉之家的话 好像连脚步声都不会被别人听到吧 就 偷偷摸摸 偷偷摸摸 就不用怕阿蕾琪诺的巡视了吧 嗯 好有道理哦 无法反驳呢 那 既然黄银老师和锦铃老师都分享了不少信息了 那我也交出我手上的情报吧 在4.6版本的上半期活动奇愿中 伯仁阿蕾琪诺与林尼将会迎来概率up 全新五星场面武器赤月之行 也将加入到武器活动奇愿中 然后下半期呢 将迎来流浪者以及白竹的复刻 感兴趣的雨停者不要错过哦 哦 我已经沉沉移动起来了 就像刚才说的啊 在家人和外人面前 仆人常常有不同的应对方式 战斗其实也是一样的 面对特别的战斗场合 仆人也会显露出自己的另一面哦 嗯 不错 你们做好准备 见见他的另一面了吗 做好了 好准备 好准备 这怕是连琳妮菲米妮她们都没有见过这一面吧 真的感觉优雅又危险 不好意思我辞求了 想不出别的学问 自然已经 嗯 更加疯狂 狠利了一些 对对对 读读说的对 嗯 那想见到仆人的另一面啊 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啊 一开始啊 他会先以最常见的装束诗人 像是在给你进行战斗特训一样 等待你的进攻并准备轻易将其化解 哇 我注意到我们离他比较远的时候 攻击好像都会被 像是残影一样的他给堵掉是不是 对啊 嗯 仆人的性格你们也是知道的啊 他不希望看到孩子们软弱的哭泣或是逃避 他希望孩子们能够坚强的向困难发起挑战 希望孩子们能够时刻手握主动权 即便他们是在面对自己的父亲的时候 真的能感觉到仆人那种出于绝对自信的从容和游刃有余 在战场上的时候 他感觉就一直都是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中的那种姿态 嗯 他同样也不会过于手下留情 毕竟啊 孩子们不在家的时候 遇到的困难也不会对他们手下留情的 所以呢 仆人也会对你施加需要写长的勒令 赋予你生命之气 如果你不偿还这份债啊 仆人对你的攻击将会得到强化 你就只能身陷无中和恐惧中了 但如果你能够清除生命之气 能偿还这血债 反而能获得仆人的认可与奖励 你对仆人发动的重击将得到强化 听着好难啊 已经开始害怕了 然后他背后这个鼓翼 我感觉长得像蜘蛛一样 哦 蜘蛛这个异象概念太贴合仆人了 对对对 就有一种控制着猎物 然后一边看猎物挣扎 一边又不紧不慢地靠近猎物的那种感觉 带着一下猎物之脚已经被吓死了 好了好了 我觉得呢 就先介绍到这里可能比较好 给你们留点空间 去游戏里体验一下 会不会有你们刚才说的那么夸张的感觉吧 那对了 可能不少旅行者也会关心啊 所以我提及一下 仆人boss在故事上 虽然和他的传说任务有关 通常情况下 是进行传说任务到一定进度 就会开启挑战的 但是别忘了 还有周本boss快速开启功能哦 只要你冒险等级达到40级以上 在冒险手册 秘境 征讨领域部分 点击快速开启后 就可以直接去往挑战了 好的 那么现在就到了多多还债的时候了 好 多多还债了 我也按照约定分享一下新圣遗物的情报 4.6版本将会上线两套全新圣遗物 邪律异想断章和未尽的瑕疵 旅行者们请持续关注后续的信息哦 嗯 非常感谢两位分享的情报 好 我已经准备好了 期待4.6版本 那里明明是你们分享的比较多 是啊 是啊 那不然我继续加码吧 哦 还有啊 在4.6版本中 须迷城内也发生了一起新案件 那有案件的话 岂不是需要上报那位说话 让人觉得很清凉的小伙伴 啊 没错 就是我们的大风机关赛诺 是吧 你们怎么知道和赛诺有关啊 可能是这位大风机关的说话风格 让人印象很深刻吧 确实很深刻 其实是因为这起案件的当事人身份比较特殊 而且还和赛诺关系密切 所以呢 赛诺就想要自己跟进这个案件了 哦 听起来很严肃的样子 那气氛可能就不会那么清凉了 万一很棘手 说不定还需要动用武力呢 哎 这就不用担心了 和大风机关动用武力 不管怎么样都会吃亏的哦 嗯 我有种 不知道算好还是不好的力感 啊 为什么 大风机关那么厉害 你被他打伤了的话肯定会疼吧 而且就算你也厉害 你打伤了赛诺 你也会伤疯的 话说回来 而且还会有一位与之有关的神秘少年登场哦 届时旅行者们可以前往虚迷 找大风机关赛诺 一起调查这沙尘背后的秘密 嗯 当然啦 赛诺的朋友们也不是只会在饭桌上相聚 在赛诺需要帮助的时候 提纳里 科莱 艾尔海森 卡维他们 也都会将现身提供帮助哦 可以可以 有伙伴们并肩面对啊 感觉什么困难都一定能克服 是的 就像灵尼 灵尼特 还有菲米尼他们一样 如果是一起出任务的话 应该也会感觉安心不少吧 那是 嗯 这真的是很有价值的情报呢 那么也请大家多多关注赛诺的传说任务 《金狼之章》第二幕吧 好 那么我先休息一下 看看第一组对话码 再继续了解新版本的内容吧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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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欢迎回来 毕炉之家以及仆人阿里奇诺的故事 刚才已经简单介绍过了 那么我们继续聊聊 开场时仆人讲述的那个 雷姆利亚的故事 怎么样 好呀 多来点爱听 多来点相当爱听 其实呢 是我们听你讲故事 我会帮你补充的 这么突然 好好好 那在4.6版本中 将会开放一个新地区 丰丹的佩特利可镇 是不是感觉好像只是一个小岛 内容没有那么丰富的样子呢 你这问的也太明显了 你都这么说了 肯定是不止我们看到的这些吧 你应该这么问 雷姆利亚王国的遗迹就位于此处 你们认为这样一个曾非常辉煌繁荣的国度会有多大呢 一下子就感觉这个小针大起来了 是 学到了 总之我们会在这里遇到一只会说话的猫咪 在他的带领下呢 我们可以再次见到这个消失了数千年的文明 有那位了 有那位了 蒙到了 开脱的故事里也提到了啊 雷姆斯王谱写了乐章 这是一种很奇妙的力量 它以音符编织的旋律作为载体 使人们的灵魂能够安住其中 并为人们实现愿望 好像听懂了 又好像没太听懂了 我也觉得这三言良语好像不太好解释清楚啊 那到时候呢 就跟着这只小猫咪去冒险 或许你就能更加的了解乐章了 哇 好有趣啊 跟小猫咪一起去冒险 现在为了避免剧透啊 我就不过多展开你们冒险的过程了啊 总之呢 你们会来到雷姆利亚的遗址 没错 现如今它已经沉入到了阳光都无法到达的深海 而在深海中呢 你们还会遇到一只龙 哦 好梦幻啊 我感觉这个场景 我喜欢这种风格 而且在已失落的雷姆利亚中啊 你们也能获得和乐章有关的力量 你可以让这个古老文明中的旋律暂停 也可以让那些尘封已久的部件的时间再次流动 也就是用这个能力来和遗迹中的特定物体进行交互 应该会对你们的冒险以及解密有帮助 嗯 对 在已经遗忘数千年的角落 有一座昭示着过去伟大文明的荣耀与不朽的雕像 静静矗立在水下的褪色城堡中 等待着敢于挑战旧日君王权威之人的到来 哇 全新怪物 白石与黄童的造像即将上线 大家可以前往挑战 获得各种材料哦 我都把自己说期待了 我也特别想现在马上去玩 赶紧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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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铁瓦特上的一个传送锚点将会自动解锁 希望各位旅行者在提瓦特上的探索之旅能更加方便快捷 好好好 而且后续的大部分新地区也都会有这种自动解锁的锚点哦 元宝做得好啊 确实 那我们风丹这边的音乐暂时也告一段落 与此同时 另一边 到期上 貌似正在流行着一种很新的摇滚音乐哦 哇哦 很新的摇滚音乐 那我们先感谢黄英老师还有景丽老师 给我们带来精彩的分享 感谢 应该的 那我们都先休息一下吧 各位屏幕前的旅行者也休息一下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第二组兑换码吧 不要走开哦 兑换码之后精彩继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女旅行着营的配音演员燕宁 听说到期正在筹备巡回音乐节 所以呢 我们就邀请了一众相关人士的配音演员 来给大家打探消息来了 有请 大家好 我是八重神子和宁光的配音演员杜咪娅 好久不见啊 好久不见 大家好 我是五郎的配音演员杨兴然 好久不见 哈喽哈喽 欢迎 欢迎 大家好 我也还在哦 哈喽哈喽 大家还记得德沃沙克吗 哦 记得记得 去年海灯节就有他的合作餐演吧 葡萄和新宴还表演了节目 嗯 这次就是德沃沙克和一斗合伴的巡回音乐节 其实看音乐会的名字也能看出来吧 确实啊 慌龙生命摇滚红色大巡回 如果是按照他的说法的话 这可真的是太有摇滚精神了 嗯 这次的主题呢 其实还是挺有意思的 关于生命 关于一直在战场上英勇救助其他小动物的狗狗 哇 有意思有意思 期待起来了 你根本就已经配过音 所以早就知道了 应该说是你们 哎呀 这个不太重要啊 最重要的是呢 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一届音乐节的感染下 找到属于自己的摇滚精神 特别透露一下啊 一斗貌似会亲自登台进行演唱哦 哇 这个不错 是的 那么再特别透露一下 这次德沃沙克会带着一种全新的乐器 叫做晚风元号前来 并且会送给旅行者们 喜欢在游戏内演奏音乐的旅行者可以留一下哦 好耶 好耶 感觉又能看到很多很厉害的演奏家的投稿了 太牛了 好了 那么来一起帮忙筹备一下这个荒龙生命摇滚红色大巡回吧 这次筹备的过程中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向来游玩以及帮忙筹备 第一个主题叫做极异狂欢大合奏 虽然舞台还在筹备 但是我们可以先行练习一下 其实就是我们熟悉的音游玩法了 嗯 在这里坐等一个我连谱都看不清 但是别人已经完美联机了的投稿 哈哈 自由的 那么第二个主题叫做百万骑士大搜罗 需要帮忙筹备音乐节 那么会场的装饰当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是 旅行者们可以根据德沃沙克的清单收集需要的物品 来协助他制作装饰布置会场 哎 小菜一碟 哎 那第三个主题叫做生运律动大交流 我们需要去邀请一些音乐爱好者来参与音乐节 在和他们进行音乐交流的过程当中 通过聆听曲调来还原乐曲缺失的音符吧 这个还挺新鲜的呀 而且还能听他们音唱 没错 有点好气起来了 好气加一 稻气这边呢 营绕着充满摇滚精神的旋律 而蒙德那边则奏向着紧张刺激的音乐 细说紧张刺激 紧张刺激 那就是风行迷宗谋测之局来了 哇 就很紧张刺激 虽然好像也不能不算紧张 但是从名字来看 这次的玩法是有所变化的 没错 这次除了玩家们分别扮演游侠和猎手玩捉迷藏之外 要新增了一些规则 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每位游侠在首次被猎手抓到以后 都会被囚禁在天空地中一段时间 超过这个时间后 就会被自动释放 在这个期间内 其他游侠也可以选择偷偷地去监控地解救它 但是 如果有人在重获自由以后 仍然被抓到了 也就是说 被抓去监控地两次的话 不不 就会被直接淘汰了 是多了点紧张刺激的氛围了 是啊 还不止哦 每局游戏都有六台发信机 而且在发信机附近 游侠就不能伪装和隐身了 游侠们的目标就是在躲避追捕的同时 前去修理这些发信机 修理完成四台就可以胜利 顺便一提啊 也可以多个游侠一起修一台发信机哦 然后呢 我们的猎手的目标 就是阻止游侠修复发信机 或者直接淘汰掉所有的游侠 感觉这个和好朋友一起组队玩的话 乐子更多了 是吧是吧 然后还有更刺激的 在游侠修发信机的时候 被修的发信机呢 在固定时刻还会进入高速发信状态 这个时候呢 发信机就会发出所有人都可以看见的光 小地图上也会显示对应的标识 那就意味着会暴露自己的位置哈 所以位置的风险有的时候 就是最大的恐惧 此外呢我们还收到了一个略微有点奇怪的委托 哦 有多奇怪 有多奇怪 一个创意料理厨子 想要和爆炎树交朋友 除了爆炎树之外 还有古炎龙溪 翠玲孔逊和千年珍珠俊玲 好想做朋友 你们这个反应跟我想的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个厨子啊 他前段时间去了一趟纳塔 他觉得呢 纳塔那边的人这么厉害 一定和他们的龙伙伴有关系 所以也想找类似的对象作为自己的伙伴 让自己也变得很强 嗯 抛开事实先不谈你 刚才说了纳塔对吧 纳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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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个反应一看就是冒险等级六十集的 笑死了 那你们版本更新之后自己去过活动 我现在呢先介绍一下玩法 好好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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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挑战中我们可以调整难度和交涉策略 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呢 还可以在最高难度无畏的难度当中和蓝吉特对话来调整交涉策略 减少策略数量来挑战极限 交涉的策略呢分为主动策略和长效策略 其中主动策略可以自己选择在合适的时候再释放 而且要注意的是 敌人的生命值和等级也会根据选择的交涉策略的数量变化哦 嗯 也就是说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策略来进行挑战 嗯 那么接下来的震惊的应用研究应该也不算太陌生了 啊 好像是连线映射各种震惊来获取不同的效果 是的是的 美轮活动呢需要两个队伍 我们可以在战斗开始前为两个队伍配置震惊映射方案 组合想震惊和硬震惊来获得各种不同的战斗增益效果 嗯 这个简单来说的话呢 就是想震惊是触发条件 嗯 硬震惊是触发后可以产生的增益效果 通过连结组合就可以自己搭配出不同的应射效应 也就是增益方案啦 没错 并且每次成功触发应射效应呢 都会积累应射体 积累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呢 可以为角色提供额外的战斗能力加成哦 而且不同的挑战还会提供不同的适用角色 各位可以根据自己组建的队伍 配置合适的应射效应 获取更多的积分来兑换奖励哦 另外七圣召唤的注镜严炼也会迎来复刻 还有热斗模式也会更新 喜欢打牌的旅行者别凑够哦 还有精通一勇 根据需要来养成角色们吧 好 感谢杜老师和杨新然老师 也一口气介绍了好几个版本活动 辛苦了 我们这个是时候稍作休息啊 来看最后一组兑换满啦 好哦 好耶 好 好 好 8 大家欢迎回来 我又来了 你好你好你好 哈喽哈喽 接下来呢 为各位旅行者带来的是 系统优化相关内容 首先 陈哥虎将迎来一系列优化 比如这个家具快捷获取功能 可以在新院单里一键购买 一键导入制作列表啦 这个是真的会方便很多 感觉 是啊 然后 头像系统也将迎来迭代 现在可以选择更多好朋友的形象 来作为头像啦 我看到了花扇里 还有蓝龙魔 对 还有雷鸟和阿刘他们 他们呢都是很有魅力的角色 相信一定也有不少旅行者 很喜欢他们吧 以及寻宝罗盘相关优化 现在寻宝罗盘在大地图和小地图上 都可以显示标记啦 而且也会有分层信息哦 好好好 这就更直观了 至少把那些探索度 99%的地方都消灭掉啦 你真是 4.6版本期间 原神第三张风丹拼OST 金绿泳鞋 也将与旅行者们见面 这张专辑将会收录由 Hoyomix音乐团队 为原神风丹地区4.6版本 地图区域 及相关内容创作的原声音乐 哇 好多人啊 在这个场景里 感觉像是什么 莲花晚会的谢幕一样 原神4.6版本的前瞻特别节目即将结束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再次感谢几位嘉宾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 哦 那几位有什么感言吗 或者想说给旅行者们听的话 什么 怎么变获奖感言了 其实我想说的大部分在刚才都已经说完了 感谢各位旅行者的支持 希望大家能更进一步的了解阿里奇诺 也希望我能有机会陪伴大家一起在提瓦特大陆上冒险 感谢黄英老师 说得好 我其实和黄英老师差不多 我感觉我们配音演员想说的话都大差不差 都是怀揣着对自己配音的角色的喜爱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角色们 喜欢我们的表演 也很感谢大家 愿意让我们一直陪伴大家的旅途 加一加一加一 其实除了配音演员的角度 我还想从玩家的角度感叹一下 现在的提瓦特可以探索的内容 真的是越来越丰富了 比如说刚才我也听你们介绍那个 佩特丽可镇 一开始确实是被情理老师给捂住了 一个静谧的小镇 没有想到下面还有那么大的空间 是不是就和魔术一样 有一种眼见不一定为时的感觉 你别说 某种意义上确实挺像 大家的感言怎么都发表得这么好啊 太专业了 太专业了 就是一听就是经常发表获奖感言的 老获奖人了 对 那倒也没有 哎呀 就是分享分享自己的想法吧 那我也说一下吧 我觉得最大的感想就是 配音的时候总是以为 自己已经搞明白发生什么事情了 但是到了游戏里 还是能够经常惊喜到我 有了画面 音乐 还有各种元素的加成 让我们在明白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前提下 还能够保持想要继续玩下去的新鲜感 对对对 这点真的很赞同 你又知道什么故事发展了 那有词的时候 项目组还是会稍微解释一下前因后果的吧 就是就是 我也很同意这一点呢 我时不时都会看到仆人相关的剧情视频 其实表现要比配音的时候 脑海中想象的要丰富不少啊 所以啊 也很期待4.6版本中的实际体验呢 是啊是啊 就想起来之前项目组的人还来问我 在我本来就不知道剧情的情况下 我来录这个前瞻节目就会知道谷原更多的信息吗 会不会失去了对新版本的新鲜感 开玩笑更期待了好不好 是的呀 嗨 没错没错 所以各位旅行者也要记得去体验4.6版本呀 那么本次4.6版本的前瞻节目就到这里结束啦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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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